阅读无国界太平长翼高中和书香关怀协会合作 参与台新书香交流活动 今年长翼高中和新加坡南华中学的学生 以制作个人制的形式 带入台湾环保以及人文风土特色两大主题 透过小组讨论和动手制作小书 不仅增加学生的见识 同时也让学生有了国际交流的机会 拿起画笔学生仔细化上图案 有的学生则是互相讨论 每个小组都相当论真 希望等一下呈现最好的成品 新加坡南华中学的27位学生 这天来到长翼高中进行国际阅读交流 根据最近环境污染的议题来设计 那我们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当然是关于环保地球这个部分 那另外有诗的赏息 那当然这个诗也是扣紧这个主题的 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是以诗做的方式 因为长翼中学呢我们有美术班 对不对 那他们过去在班级读书里面像扮小王子 有人当玫瑰花 有人当飞行员 他们觉得好惊讶 原来读书也可以这样角色扮演 那过去呢我们的长翼中学也会提供一些 体能的一些运动 然后透过这种经验上的探索跟分享 让他们做一些交流 在书香关怀协会的合作之下 长翼高中每年都会举办台新书香交流活动 今年迈入第五年以阅读为主题 搭配不同形式的创意活动 像是这一次是制作个人制 并且融入台湾环保以及人文风土特色两大主题 也透过诗的在诠释认识台湾文化 借此增加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让我们从新加坡的学生和台湾学生 能够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互动 然后让大家就是有彼此的认识 因为其实在新加坡和台湾 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可能会有稍微的不同 就通过这次的活动 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就觉得可能更加亲密一些 因为就是可能画的风格 或者是东西的想法也都不一样 这样可以交换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出 可能会发现更新的指示之类的 可以透过这个活动了解其他的在享受 不只只局限于我们学校而已 校方表示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不用出国就能够进行国际交流 多元的文化以及学习内容的挹注 也让学生是收获满满 记者从朝安台中采访报道